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华 那现在我就是在 县港的这个美西海滩 看我后面这一排的这些酒店 全是在美西海滩对面的这些酒店 那位置都是很好的 全都是海景 那来到更震撼的这个画面 就是看我的前方 大名鼎鼎的美西海滩 非常的美 今天天气也特别的好 我们现在就往那个沙滩那边走过去看一下 哇 那边还有人打沙滩排球 哇 今天的天气真的十分的好啊 就是就有阳光 但是也不会太热 因为现在已经是11月份了嘛 所以你们看到的就是 县港11月份的这个景色是多么的好 我们的斜前方就是 也是非常有名的 县港的景点哈 茶山半岛 哇 可以看到现在茶山半岛是 云雾缭绕啊 非常的 非常非常好看 哇 再往那个方向看过去 美西海滩 它的海岸线十分的长 现在我的正前方 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茶山半岛的著名旅游景点之一 零印寺里面的这尊非常大的菩萨石像 这大中午的 这个欧美的这些游客 还直接在这个沙滩打起了排球 这些游客 也在这些游客 也在这些游客 I'm trying to talk to the people that wanna talk to me back Have a real conversation without all the attack You always gave me the past You never took with that ass Never the tip of the tat Now that's a friend of the max You were always like that though Came to every in town show Always get men in the front row Good vibes palasando Nothing could ever stand in our way 如果大家到縣港来玩的话 老黄推荐大家住一辆摩托车 打卡擦上半岛的时候 可以沿着海滨公路骑行 吹着海风十分舒服 宽阔的视野将美景尽收眼底 不仅如此 当你需要转移到各个景点的时候 或者市区的各个地方的时候 有辆摩托车真的是十分方便 而且县港市它并不像河内或者胡志明 乌样样一片都是摩托车 路上的车辆密度刚刚好 不会很多车哈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骑行 马斯克的富豪舞翘起来 哇哎 有点那个feel了哈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那这里就是县港的茶山半岛了 哇这里的空气实在是真的太舒服了 那茶山半岛呢也是县港很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也被称之为县港之费绿色之费啊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 这个茶山半岛呢它有很多绿植 有很多植被 所以它在这里的空气呢是真的非常的舒服的哈 所以每年呢都吸引很多游客来这里打卡 一眼望去 无边无际的大海 还有这个山脚下的这些暗角 这些石礁不是暗角 连绵不断的这个海滨公路 真的来到了县港 租这么一台小摩托 就要了这个茶山半岛骑行 真的会让你心情舒畅百倍哈 是非常这个解压解发的这个的一个方式 刚才在里面拍照 花了一点时间出来 这个车的这个坐垫已经给晒的 这温度实在是真的 屁股是坐不下去 只能用水 把它浇湿降降温 这样子才能继续出发 OK好了 Let's go 哎呦猴子 哇 茶山半岛的这个生态环境很好啊 你看猴子在这里吃东西 Hello 捕捉一些细节 现在没什么游客来啊 只能肚子饿了 只能吃这个路边杂草 我们不是有香蕉吗 算了 算了算了 喂那边还有一只 好多啊 哇 这边还有一个酒店 好像是洲际酒店是吧 对 那我们在这个茶山的这个岛上 发现了一家好像是酒店吧 叫生炸茶山 好像是有这个SPA的服务 我们去问一下 我们去问一下 哼 祝你那客户是什么呀 绿色 绿色 那 绿色 那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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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他说是有这个下午茶的服务 那我们就进来看一下吧 车子 车子能直接开进来吗 怎么样 可能不能吧 这就是那个度假酒店 环境还是不错的哈 他就挨着这个这个海边 下面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海 它直接是挨着海边的 可以独享这个海滩 哇 特别美啊 哇 天 那也不知道这里的下午茶服务 到底是在哪里 那我们先测吧 那我们先测吧 如果你们到了县港的话 可以自己就是自驾摩托车 可以租这样子摩托车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备一点食物 水啊饮料之类的 这样子的话 在这些岛上可能有些地方是没没得卖的 所以你们口渴的时候可以自己解决 和这个是吧 买点饼干买点香蕉 然后这些补充能量的 就会让你整个行程更加的无忧 OK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林燕寺吧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布梯 往上走就可以到这个林燕寺了 这个林燕寺很像这个富国岛的这个护国寺啊 也是面朝大海的你们可以看一下 可谓是风水宝地啊 背后有山 前面又有水 这个林燕寺 我之前刚才 我说的是林燕寺还是林燕寺 进来看一下 哇 这个寺庙可不小啊 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看到到访的国际游客也是非常多的 每个佛都有一个自己的什么灵兽 好可爱的一只狗 前方的话就是县港的市区 这边还有一个贝耶 正如这个寺庙的名字一样 大家给老黄的士兵三连就当香火钱了 然后许个愿 老黄会在佛前求佛给大家灵印一下 把大伙的这个愿望打在公屏上 正前方就是刚才我们在美西海滩 一眼望过来看到的这个 这尊大大的这个菩萨像了哈 这尊大大的这个菩萨像了哈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